这里是黄天荡古战场的旧址 大约900年前 南宋名将韩世忠在此大战金屋竹 韩世忠和其夫人梁红玉 在此地以8000水军围困金屋竹10万人的船队 在黄天荡中达48天之久 成为南宋时期宋军结迹金军的著名水战 如今黄天荡已经成为长江势力公园 北边就是长江 前面还有一组韩世忠的纪念雕像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韩世忠是南宋忠兴四大名将之一 虽然他的名声不如岳飞那么响亮 但其实他的功绩和岳飞差不多 在我身后就是韩世忠的雕像了 他生于1089年 足于1151年 公元1130年 金兵第三次南下在江南大肆掠夺 在受到了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后被迫北撤 北撤的途中 在南京到镇江的长江江面上 与韩世忠交战数十回合 韩世忠之妻梁洪裕亲自累战谷诸振 宋军士气大振 金吾竹始终没能渡江 只得率兵沿着长江南岸西行 后来被韩世忠堵在了黄天荡 黄天荡是条死水岗 金军多次突围都没有成功 金吾竹前使弹河 愿意归还在江南掠夺的财务人口 还有名码 但受到了韩世忠的言辞拒绝 被困时 金吾竹听说老灌河河道可以通往建康 于是让兵士开河道三十里 趁韩世忠不备时侥幸逃脱 这一战 韩世忠以8000兵抗拒10万精兵 阻击了48天 从此使精兵不敢再次轻易渡江 对南宋的半壁江山的保全意义重大 鼓舞了南宋朝野抗金的信心 发现南京跟飞哥一起行走